日系手造眼镜界的裁缝师TWR款式介绍 第一期 今天的关键词是 零形框 文艺复古 破坏纹理 钟小脸 今天要给各位带来的是Methon Methon这个名字呢 其实是来自一个环绕土星的一个卫星的名字 然后卫星环绕行星的轨迹 其实就跟这款Methon的圈形 有点相似成零形状的 而零形状的圈形呢 其实跟我们眼光的轮廓呢 是非常相似的 所以上脸就会非常的协调 几乎不存在说好不好看 更多呢是看这个风格你自己可不可以接受 又或者是这个尺寸比例适不适合你 那这款Methon呢 前圈做了一个外包内厚的内圈设计 内圈跟外圈呢 还会有一个颜色的反差来增加层次感 Methon的晶片宽度只有44 中粮宽度21 非常适合中小铜具跟高度数的朋友们 而镜家的前框宽度啊 虽然只有130毫米 但是因为Taylor标志性的S型外扩晶腿设计呢 会让镜家的内宽达到了145 而且呢还有很大的空间 所以如果你脸型本身就比较大 但是呢又特别喜欢这种 复古又有点文艺感的镜框呢 Methon就是个不错的选择 镜腿家常版的板材脚套 不仅能有更好的配重比啊 避免了加上镜片后 镜家出现头重脚筋的问题 这样子呢也会让你佩戴起来 更稳更舒适 那么这款呢 我店里目前有三个颜色 马上来给各位展示一下 首先第一款呢 是一个横浅的绿带银色的金属 亮棕色内圈 及透灰色脚套的组合 那么现在这一款则是 古铜色金属 亮棕色内圈 及透棕色的脚套 这两款镜架金属部分呢 都特别做了哑光破坏纹的处理 也可以理解为做就工艺 这样更能体现年代感跟质感 那么除了以上两个颜色呢 Methon最近还出了一个新的 限定配色 黑金色 那这款我戴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我自己是蛮喜欢这个颜色的 但是跟我现在的发型 还有今天穿搭呢 可能不太搭掉 但如果各位觉得我戴起来不错的话呢 记得评论区告诉我 看我要不要给自己也留上一副 那么如果对于今天 我给各位分享的这款Methon呢 有更多的细节你想了解的话呢 欢迎在评论区下方给我留言 那么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高端小众眼镜呢 也记得关注我哟 你的需求我的追求 我是有温度有态度的 实现眼镜主任千哥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